有設計界奧斯卡獎 之稱的紅點設計獎 每年年底頒完傳達設計大獎之後 都會巡迴各地展出得獎作品 有設計師就利用掉落的粒子 搭配互動裝置 做出一場樹的音樂會 有藝術家用環保材料 取代傳統的酒瓶 他設計出每一個酒袋 就是一百毫升等同一紙玻璃杯的份量 臺灣設計師也很優秀 五月天的MV 還有臺灣學生手機包裝盒的設計 都拿下了紅點設計獎 今年十一月就要頒發今年的大獎了 非常令人期待 粒子從樹上掉落下來 撞擊到下方的感應裝置 就會彈出各種有趣的音符 這是德國環境保護團體 舉辦的木款音樂會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保護樹木 融合去年德國紅點最佳設計獎 因為一般在做木款的時候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他們就想了一個聲音裝置 來讓這個木款的行動更順利 它基本上就是說 玻璃有很多的粒子樹 然後它做了一個裝置 它是圍繞在樹木的周圍 那這個計畫名字就叫做Tree Concert 也就是樹的音樂會 除了這場樹林音樂會 台灣五月天的乾杯MV 以及台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宣傳影片 都拿下去年的紅點設計大獎 設計集中的奧斯卡紅點 在台北展出去年榮獲 傳達設計大獎的作品 用環保材料取代原本的酒瓶設計 每一個酒袋都是100毫升 等同一個玻璃杯的份量 方便攜帶外出 包裝更能分解於大自然 拿下去年紅點酒類包裝的至尊大獎 一系列的海域照片 有的是被石頭砸爛 有的則是被水泊濕 象徵女權在世界各地遭到迫害 榮獲紅點初級特優獎 台灣的學生也非常有創意 有人改造手機包裝盒 設計出一體成型的折頁說明書 有人則是把泰魯閣國家公園的 20種動物通通摺進一本書中 希望大家能夠更重視生態保育 這本書它打開 它每一個東西它都可以撕下來 它旁邊是有一些說明說 這些動物它們是什麼動物 然後它們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把這紙撕下來 之後自己摺成這個東西 每年10月紅點公布年子大獎 使設計界的盛世 也讓我們看見更多精彩設計 這一個動物 正確認更多英文 我們お待至於 我們在做著